作为大毒霄坤哥的得力手下 此刻阿力正在指挥一次贩毒行动 但他们的这次行动早就被警方给盯上了 毒贩们常年和警方斗智斗勇 反侦察能力那也是杠杠的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猫捉老鼠的游戏 毒贩们终于把警方给甩掉了 不过这出戏是警方和阿力联合导演的 原来阿力是卧底在贩毒集团的一兵警官 这样搞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阿力指挥有方 进一步获得大毒枭坤哥的信任 阿力目前租住在一套简易的出租房里 单身母亲阿芬是阿力的邻居 阿芬生活穷困 饿得实在没办法的只好上门向阿力借了几个面包 这次的见面让阿力彻底不淡定了 虽然不能说一见钟情 但阿力的确是动了心了 大毒枭坤哥虽然生意做得很大 但遗憾的是身体不太好 估计这都是上天给他的报应 坤哥的小姨子觊觎阿力的美色已久了 一直想跟阿力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作为一名卧底警察 阿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 更何况他也根本没看上小姨子 一直牵挂着阿芬的阿力 晚上买了很多食物来到了阿芬家 阿芬的女儿晶晶非常的可爱 也不认生跟阿力是一见如故 原来阿芬的老公阿乐 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阿芬只好带着闺女离开了那个渣男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坤哥给阿力打来了电话 两人见面之后 直接来到了毒品加工的秘密场所 原来在合成毒品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由于买到的添加剂是假货 因此一直没法凝固 坤哥就是这个起家的 他亲自上手完成了整个毒品的合成 阿力在一旁观看了整个的过程 坤哥对阿力非常的气愁 跟阿力讲了很多关于这一行的知识 阿力谎称自己想买房 打算单独做一次生意 坤哥非常的知识 因为他打算把阿力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转过天 阿力的顶头上司 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儿警官来到了阿力的出租屋 阿力汇报了目前掌握的情况 但儿警官说这还远远的不够 警方的高层 希望能得到更多坤哥的犯罪证据 这样才能将这个犯罪集团一往打尽 问阿力愿不愿意继续跟下去 已经卧底七年的阿力虽然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为了进一步接触阿芬 也为了改善镇静量的生活 阿力让阿芬帮着自己收拾家务做饭 晚上三个人和和美美的吃了一顿饭 看样子有幸人就要终成眷属了 在坤哥的带领下 阿力又掌握了不少的信息 但坤哥非常的狡猾 货仓的位置永远是他的秘密 在阿力的努力之下 他和阿芬的感情与日俱增 但他可不知道阿芬是个尹君子 当他发现之后 刚刚燃起的爱情小孔苗出溜出溜叭结就熄灭了 转过天 当阿芬尝试着去社区戒毒的时候 他那位渣男老公阿乐突然回来了 阿乐是一个资深隐居子 当初阿芬吸毒就是被他引诱的 见到阿芬之后 阿乐便开始死缠烂打 见阿芬不搭理他 便守在门口不跟走 阿芬无奈只好向阿力求助 阿力本不想管阿芬和他老公的破事 但看在孩子那么可怜的份上 阿力还是把阿芬给留下了 其实阿芬一直都想戒毒 但这玩意儿一旦沾上了 就万劫不复 等毒瘾过去之后 阿力陪着阿芬来到社区拿药 作为一名警察 看着这些被毒品侵害的人 阿力心里既愤怒又难过 坤哥虽然是个大毒贩 但在教育孩子方面还是比较严格 他那位叛逆的闺女 叼着个烟给小羊芒似的 把他气得是一阵阵的鸭叹 糖尿病差点犯了 坤哥这套邪恶的理论 可把阿力给弃坏了 而正是他的这句灵魂拷问 让坤哥对他身份产生了怀疑 由于制毒窝点的老师傅的徒弟得了病 因此坤哥派阿力前往替货 而与此同时 海关基督局的人正在附近执行任务 阿力来到卫生间给同事们发信号的时候 刚好被正在蹲点的海关基督局的人看见 虽然都是同行 但各干各的 警方和海关平时根本就没什么沟通 海关基督局盯的是酒楼 但其实真正的制毒窝点的八楼 海关一看还有意外收获 于是便来到八楼查看 然后开始跟踪行迹可疑的阿力 阿力一看海关的人居然来搅局 于是急忙撒子就撩了 可刚跑出没多远就被跟在了地上 海关这帮人可不知道阿力是卧底警察 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阿力被揍得实在受不了了 只好表明了身份 但这帮海关的家伙只想破大案 然后加薪升职 对阿力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 尤其是这个廖警官 简直是利欲熏心的 阿力没办法只好带着海关的人来到了制毒窝点 不过阿力耍了个心眼 趁着这帮人不注意把门给关上 然后屋里的这些人开始销毁毒品 廖警官一看这还得了 命令手下在我们拼命的撞门 这哥们还把手伸进去准备开锁 当场就被一毒贩子把手给砍掉 在阿力的帮助下 制毒的老师傅和阿力一起顺着窗户逃走了 为了摆脱阿力的嫌疑 在尔警官的协调下 警方故意放出风声 说制毒老师傅的徒弟是警方的线人 这件事虽然被阿力划过去了 但坤哥对他的怀疑也加重了 坤哥认为最近时运不济 于是便带着老婆孩子和阿力来到泰国拜神 坤哥虽然很有钱 但那些钱毕竟是不合法的 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 他在餐厅里一掷千金 显得很没有素质 坤哥的小姨子趁这个机会 频频向阿力发动公事 对阿芬的失望 让阿力的感情受到了挫败 他无法抵挡小姨子的公事 妥协了 转过天 为了测试阿力是不是卧底 坤哥连威胁在拱吓 可把阿力吓得不轻 幸亏警方那边早有防备 阿力才躲过了一劫 随后坤哥带着阿力来到了金三角 见到了种植鸦片的茶菜将军 为了能让阿力顺利的接班 坤哥把自己所有的合作伙伴 都介绍给了阿力 从泰国回来 阿力刚一进门 就看到阿芬的老公阿乐 正躺在他床上 阿乐的一番话 可把阿力给气坏 加上阿芬戒毒失败 阿力直接就把阿芬给扫地出门了 重新回到了阿乐的魔掌之中 阿芬彻底的生无可怜 在阿乐替他注视了一针之后 阿芬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 阿乐一看闯了大祸 于是扔下自己的亲闺女就跑了 阿力来到阿芬的出租屋 发现阿芬已经死去多日了 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阿力 加上目前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警方紧急出动把坤哥给抓了起来 坤哥的老婆倒是挺大爷面亲的 让坤哥为了孩子什么都不要说 这样他和孩子 今后能继续幸福地生活 等坤哥死了 他会带着孩子到坟上多少道纸 现在心里最不是滋味的就是阿力 凭良心说 这些年坤哥对他确实是不错 而且还把自己的小姨子介绍给了他 为了这辈子不留下遗憾 阿力决定跟坤哥好好唠了 当坤哥正在卫生间里自杀的时候 心怀愧疚的阿力找来了 看着眼前自己的接班人 居然是警察 坤哥的心怒碎了 坤哥死后 阿力去向坤哥的孩子 还有小姨子道歉 结果被催了一脸 和爱了一大嘴巴 本来上面已经准备让阿力复职了 但阿力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完 他必须借着卧底的身份去解决掉 阿力找到了阿芬的那个渣男老公阿乐 先是让阿乐把他女儿 京京的监务权交给了他 然后让阿乐跟着他贩毒 最后设计把阿乐送上断头台 也算是为阿芬报了仇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吧 毒品千万不能碰 一旦粘上救药命 老婆孩子归别人 陪嫁你的房产证啊